下面要说的这个还是个救援现场 12月16号的中午 重庆朝天门派出所接到报警 有人攀在朝天门广场外侧栏杆杆上 犹豫不决似乎要跳江轻生 民警赶紧出发前往营救 朝天门派出所民警 吴小鹏和同事一起赶往现场 同时通知了水上派出所和消防救援部门 不过民警到现场一看 发现从这处十几米高的栏杆外侧跳下去 其实跳不了江 但后果更严重 因为担心刺激到这病男子 民警远远地喊话进行劝导 这时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在栏杆下方的台阶上铺设起了救生气垫 他那个人他自己看到那个器件在下面 器件在他下面他就来回移动 他就不让器件接到他 时间紧急 气垫面积有限 如果男子一心求死 非要向这没铺气垫的位置跳下去 后果将很难预料 这时从不抽烟的民警吴小鹏决定向同事借包烟拥用 我就问他出出烟 他说出烟 我这个递了根 递了一根 他边出烟就边跟我们就敞开了个心扉就聊 一会儿完了后我说还要不要再来一根 那还要 在两支烟的时间 李明竟了解到男子姓十四川人 因为工作家庭都不如意产生了亲生念头 吴小鹏决定在给他第三支烟的时候玩点花样 让同事配合自己 同时从两个方向递烟 让他视线犹疑 故此是彼 男子被带回派出所之后 民警花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进行劝解 到了下午 石某彻底打消轻声念头 还给民警留了一封感谢信 目前已经返回四川老家